我們今天來到Thomson DRD Shop 我們來看看一部Welfer的改裝 究竟它改了甚麼呢 要改裝NA引擎 如何提升它的性能呢 首先從吸氣方面著手 Thomson Super Ram 2 高流量風格 這一個就不少了 過濾部分能夠做到吸氣效能增強 兼且隔塵效果優異 另外排氣是很重要的 Welfer是一個V6引擎 現在它用一個分批 就是Thomson的分批 全不瘦鋼設計 直徑是50mm 這50mm其實跟原裝不是很大分別 只是略略粗了一點 但最主要是一個等長的設計 減低排氣干涉 排氣暢順了就肯定了 再減低排氣干涉 油門反應是提高了 它這兩條的批評都是一樣長度 而去到這裏就是一個70mm直徑 然後再過來原裝的吹發 這個就是一個Thomson 專用海外部品的中鼓 這個中鼓就重要了 原裝的話其實它是將大部份的聲音是隔除了的 而令到它有一點好聽的低沉效果 就會是靠這個中鼓 而且這個中鼓是海外部品專用 日本也沒有的 去到尾鼓 其實尾鼓的影響不是很大 暫時還是用原裝的尾鼓 到時候車主再去想一下 會不會變成一個四出的設計 要說到車身強化 這一點是一定不少得的 亦都是由Thomson 出品的 就是Thomson MCB Motion Control Beam 有甚麼特別呢 它在這個有一個叫做WALO的設計 能夠減低車身的扭動 而且加強車身剛性 很明顯的就是譬如你會過減速度 它的效果是相當明顯的 後面亦都有一個Thomson MCB Motion Control Beam 亦都是撐著車架這個位置 其實一前一後 已經令到車身剛性很明顯的改變和改善 說到操控 避震方面是用上Billston B14的避震 這套B14的避震有少許分別了 因為它是一個日本版的避震 並不和歐洲版 因為歐洲版避震避震 日本版的Billston避震會有甚麼不同呢 全部日本設計之餘 以及它是特別針對這架車的設定而設的 不過它沒有軟硬調校 但是可以有這個高度調校 但高度調校方面 廠方亦都會有一個設定好的高度 以及設定給你的 都是這個建議 首先你就是用原裝的調校 原裝的高度去試駕駛 因為其實它這個避震會偏向舒適 亦都是保持一點點性能 例如套裝避震會再好一點點 但是又比全場調整的舒適一點 這個設定亦都會有少許不同 它的價錢亦是貴一點點 但是很多人用過就知道 這隻避震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又要舒適又要保持性能 這一套可以考慮一下 日本版的Billston B14 至於煞車 這套煞車不用說了 因為我上次已經介紹過 TOMS 這一套頭八尾六的煞車系統 這套煞車系統是特別為出口版的 Alfred Railfire 易設的 即是海外限定版的日本都沒有 TOMS 這套煞車的煞車直徑達到380mm 380mm 亦是分離煞車的設計 能夠提高散熱 亦是增強煞車效果 以上次的介紹來說 其實它是偏重於煞車的效能 以及漸進性為主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 很多品牌都可以煞得很厲害 如果煞得太行、煞得太重 其實都會對抵擔負擔是挺重的 如果一個漸進性的煞車 而有效能去拿得死它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一來不影響抵擔的結構太多 二來它的安全效能 亦是完全提升的 代理那邊所說 TOMS 這套鮑魚是零投訴的 裝過都知道它是一個相當出色的煞車 還有它還有一個特點 譬如通風位和散熱的效果 是完全重視 是TOMS 用賽車的技術套用到這套煞車裡 你不要看它這些坑 亦都是經過TOMS 的賽車部門特別設計 有這個散熱、提高摩擦力 還有一些皮膚粉去哪裏 它都有計算過 好,我們看看尾壁力 這套尾壁力 就是這個365mm 同樣也是一個分離盒頭的設計 還有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TOMS 特意設計 是用原裝的尾電子煞車 所以這方面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只要跟著原裝插 就能夠對應整套的電子煞車系統 所以TOMS 鮑魚貴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它們已經設計好 裡面的設計 跟著喉碼 就算連Blake降喉都跟著給你 另外亦都是這些黑紋 是為了Blake粉去向而設的 盡量減低弄髒了一套連接的機會 好了,至於性能方面 又想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又要馬而大力 這個改裝件 我相信就適合大家 這個就是 High Spark 的加強點火裝置 跟原裝的很一樣 差不多 但是它的點火效能是加強了 令燃燒更加徹底 即是省油了 另一樣就是令馬力提升 而廠方也有說 它令到台速更加穩定 你踩油的反應 反應是更加加強的 這個就是馬而小吃草 然後馬力又增強的 一個很好的產品 除此它的性能是加強之外 廠方也是建議用NGK的火嘴 這套說明書也有說 最好就是用NGK的產品 這一套的配合 令到它的性能 是更加表現更加出色的 待會安裝完之後 試試看它的效果 正不正 好了,現在這一套 就是WebFord的SA25R 有甚麼特別呢 這套20吋 最重要是甚麼都是講性價比 這套LINK 雖然它不是斷造的設計 但是在輕量化的效果 還有它的重量方面 絕對比得上斷造設計的重量 又不會太貴 但是也有一個輕量化的效果 它的尺寸 等一下我再看一看 它的尺寸 就是20吋 8吋半 Offset 38 適合這個WebFord用的 另外 用的輪胎當然是Yokohama B601 畢竟我都介紹過這麼多次 這套輪胎有乾地和水地的效果 一個很絕配的組合 現在真的出來駕駛這個 換了避震 換了Motion Control Beam 以及一些Hustle 一些屬於操控性的東西 真的試駕駛這輛車的反應 反應是怎樣 相比起原裝來說 原裝的車真的有些好像駕駛 浮一下浮一下飄一下飄一下 但現在我坐上來 第一個感覺就是硬正 真的感覺到車架是穩固了的 我最初時都猜不到 這個Motion Control Beam 是有這麼大的反應 尤其是剛才走過那些 譬如那些椅子的路 或者是一些駁位 和原裝是很不同的 當然加上一套日本人 去製造的Bueston 避震 這套B14的Bueston 避震 亦都是我站出來望外 我猜不到的 很多時候車主都有很極端的要求 我要保持原裝舒適 亦都要能夠很好的操控 你兩者之中如何去取得平衡呢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你每個人駕駛的風格 或是感覺都不同 而這套我就覺得很中容 其實我都駕駛了幾款駕駛避震 駕駛起來反而真的沒有那麼激進 但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想大家可能會容易明白一點 它有一點類似歐洲車的避震風格 這個感覺我覺得蠻好、蠻舒服、蠻喜歡這個味道 因為一來Bueston 大家都知道是歐洲風格 但落在日本人的手上 然後再造出它的味道出來 因為這套避震我都蠻推薦給一些 可能中容少少 要舒服 我要保持一定的舒服 以及一定的操控效果 好像現在我過一個回旋處 明顯相比起原裝 我想已經蠻側的 現在它仍然都可以很輕鬆給我一個加速感覺 以及它吸震的效果 很明顯很清脆 一下而已 沒有多餘的震動 令到它的操控你不會覺得很跳 有時候避震較為軟 你會感覺到跳動較為大 但相反這套避震 給我另一個感覺 像歐洲車 加上它的車架又硬了 這個Motion Control Beam 的反應又好了 還有另一個車架硬的原因 就是加上門扣 這個門扣 你別看它細細看 原來能夠調整這個門框 亦是令到車架穩陣的其中一個因素 好了 講了這麼多車架和避震的好處 另外就是性能 最主要它就是在排氣方面 用了Toms 的等場頭批 以及一個中股 尾股是未換的 而我踏車時很清脆 低噴出來了 現在車只駕駛了幾十公里 聲音還未夠明顯 當熱了喉及頭批之後 聲音清脆程度亦會更好 另外就是點火系統 據知很多車主的 feedback 都是性能好 省油其實是有少許進障 不過我想只駕駛3,500cc 都不會在省油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它加速的反應是很好 就像剛才那樣 很輕盈地又在彎中 現在很穩定地 很聽話地便出現了 明顯是比起原裝 那種遲緩 很慢很緩慢的反應 是完全改善的 現在這套設計的改裝 從吸氣、排氣到點火 都能夠完全發揮出 2GR引擎的原本性能 很適合日常駕駛 亦相信不會令家人有甚麼特別 太大的投訴 大家可以考慮這套設計的改裝方案 亦感覺到這輛車的舒適方面 亦是操控方面的很好的提升 策略 掃用 威捷 也可以 5 2